大家好,我們是書愛流動的團隊 然後我們這個團隊主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關於 在考完市或者是有一些人買了他不需要的參考書 那這些書還沒有完全被學習用的書 然後還沒被完全使用 或者是他用過但其實還可以使用 卻被浪費的問題 然後還有包括一些二手術的買賣 他的資訊缺少整合 那這其實在現在 因為剛考完學測所以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有人在賣 學習用書在賣參考書 所以可以看到真的有這個需求存在 然後後面網頁會用demo的影片介紹 那這邊主要補充之前提到的問題就是我們後來決定要 書籍的實體的流動的方式是我們會用書箱負責人的方式 每個人負責一個書箱 有興趣的人一人負責一個書箱在不同的區域尋找 他認為適合的地點放置書箱 然後當要捐書的人他可以把書放進書箱之後 由這些負責人在指定的時間帶到我們指定的地點 然後再將 然後這些書籍在放進書箱的時候要到我們的網站上登記 然後也要登記你要在哪裡取書 然後最後再將這些書放到正確的書箱之後 由各書箱負責人放到指定的地點 那這樣子大家就可以到那裡去拿書 那我們接下來用影片介紹我們的使用方式 這邊搜尋的部分也是只要有一個填寫就可以搜尋 也可以用書名的方式搜尋 放置書箱那邊就是你要放在哪一個書箱 然後真正有人負責書箱的時候會 那邊的林子也會改成那個書箱的位置 大人也會改成那個書箱 請來幫忙完成 阿花 直接來幫忙 程度寫 最終的 大人 先來幫忙 那些這些東西 在不認可 這樣 那這邊就是會跳到我們的合作夥伴參考主推薦平台的部分 那除了可以到這裡填寫評論之外 要選擇想要取得書籍的人 也可以先到這個平台去看一下大家的評論有沒有適合自己的 然後我們的書籍都是以知識貨幣的方式去做妥犯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獲得這個知識貨幣 然後這個影片介紹的是我們最初步最近期的妥犯方式 那在之前的提案頁面也有提到未來的一些會加入的功能 我們會在這裡做妥犯方式去做妥犯方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这一个计划跟上一个计划 那个参考书推荐平台 应该是两个计划 整合在一起 能够得到最大的 最完整的服务 那我问一下你们这两个 第一个问题 你们这两个团队 后面是不是好朋友 就是你 如果完全不认识的话 那第二个问题问到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一下 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服务合并在一起 变成一个一站式服务 谢谢 看家庭室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一部分 涉及实体的物流 我包含刚才提到 要有书香的管理者或点位 那初步看起来 应该 团队应该也在尝试 先试看看第一轮 第一次我们来试看看 有人有任理书香 可能在台中 要取出的人又在台北 这一部分团队有没有一些 预计要实践的场域 或者规划 我想知道一下 你们想要创造的价值是什么 是要回收书 是因为是环保吗 还是因为你们希望 就是有一种知识的交流 所以我想知道 你们核心的一个价值 想创造的是什么 还有其他评审有提问吗 好 那感谢评审的详细提问 请团队针对评审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然后第一个 等一下 其实我们 也不能算认识 我跟那两位是学姐学妹的关系 我们就之前都是熊女之眼的 但是我们本来没有认识 上次工作坊的时候聊到的 然后 然后对就是上次工作坊 然后初选评审有建议我们可以合作 那因为 我们之前是两个分开的网页 所以暂时是分开进行 然后在竞赛的部分分开进行 那未来的部分 我们可以再进行讨论 需不需要合并 或是怎么样可以让使用者更加方便 然后实践场域的部分 我们初步的规划 我们是希望先在县市内进行 然后就是有各数项负责 他可能可以寻找一些咖啡厅 或者是独立书店 或者是他认为方便大家使用的地点 然后 未来的话 我们会慢慢发展成 就是可以让他跨县市 然后就是更 跨县市的交流 让书籍的流动范围更大 然后实践的部分 我们之前原本有尝试过 想要进行一个比较短期的 但是因为那个短期的时间限制的关系 然后还有人数限制的关系 所以造成大家的参与意愿不高 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一定有 我们当时设定是每个人必须都要有捐书 跟取书这个动作来进行示范 那大家的意愿不高 所以目前还没有实际的进行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方式是 当他的时间拉长 然后让大家的参与人数够多的时候 他的时间性会比较高 然后价值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想要做到循环经济 就是这些书籍他还可以使用 那为什么要被丢掉 或者是这些书籍 他的价值发挥到最大了吗 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都把这些东西 发挥到更大的价值 才不会造成浪费 然后也可以让所有购买的东西 都充分地被使用到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部分就是 有一些人他其实不想花那么多钱 在购买书籍上 这个在一些学测的那个 LINE的群组里面就可以看到 就是有些弱势学生 他们有些人会把他们的书 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卖给弱势学生 那这个部分也可以在我们这边看到 就是他们可以 不一定要花大钱去买参考书 他们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去获得这些他们需要的学习书籍 那可以帮助他们的学习 然后以上就是我们的回答 好那我们以掌声感谢团队的报告与回应 谢谢大家